美國總統特朗普稱讚政府對抗疫藥物 瑞德西偉進行的實驗取得了積極的進展 說這是好消息 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宮說 美國國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 對瑞德西偉進行的實驗帶來好消息 他說這肯定是積極的進展 是非常積極的事件 這項實驗由美國國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主辦 對美國等22個國家的1063名新冠病毒感染者 進行了瑞德西偉的臨床實驗 分藥品和安慰劑兩組進行 國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主任 佛涉說初步實驗結果顯示 瑞德西偉能將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康復時間縮短31% 對減少康復時間產生了明確和顯著的積極效果 他說雖然31%的改善率似乎不像100%那麼好 它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實驗 因為它證明一種藥能夠阻止這個病毒 他說雖然實驗結果還需要適當的同行評審 實驗仍然是非常樂觀 他說未來這張是救治的標準 美國聯邦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承認 官員正在討論批准使用瑞德西偉治療新冠病毒病患的問題 可能是批准在緊急情況下使用這種藥物 瑞德西偉是美國吉利德製藥公司研製的 吉利德公司發表聲明說 他們了解實驗是達到了主要臨床的終點 國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 將會在未來的介紹會上提供詳情 吉利德公司發言人馬克基爾說 公司不能猜測聯邦政府會採取什麼行動 但他們繼續會跟他們討論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瑞德西偉可能是2019新冠病毒的治療藥物 目的是能向急需治療的病人更廣泛地提供瑞德西偉